這段時間我自己觀察 大家知道我賣來賣去的那幾樣產品 我們比利晚寶 到我們搬了 不是搬了 但擴大了一點 寫字樓的時候 產品會不會多一點呢 其實都未必容易多一點 因為你一定要找到好的產品 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從來都很喜歡創業 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做生意 但又忽略了一件事 我經常堅持那件事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做生意 其實我都不是適合做生意 我認為我是懂得做生意 但我不適合做生意 因為我的EQ不好 我嚇得少罵 其實就是這些黨才 但是我看到很多數人一計就知道 而人們都還會推頭 我就真的覺得很遺憾 我覺得我要奉勸所有想創業的朋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對市場的了解 先對人性的了解 先對自己的了解 然後你才能夠發展你的生意 至於那些口缺 人有我沒有 那麼容易嗎 誰不知道 你有人沒有 你當然會贏 但是有多少東西可以做到 你有你獨家 不是那麼容易 反而所以現在很容易 尤其是他們 我認為90年代 我已經認清楚 這個世界賣行貨 行貨就是人家又有 我又有的東西 是時代過去的 但是我就在這個 啤梨晚舖啤梨頻道裏面 再嘗試一次賣一些人家有 而我也有的東西 結果我是賣贏了的 那當然 因為這些人家有的東西 都不是市面上周街有 此其一 此其二 就是我現在是沒有了租金那樣東西 加上我接觸面帶 每天看我們節目的人多 重溫就更加 於是令到我們的節目 令到我們的產品 其實是用一個驚人 因為我做過百貨公司 我做過全香港最大的百貨公司 我已經做過自己做過一些商場裏面的店鋪 當然不是雞的店鋪 我知道香港零售業的位置放在哪裡 我可以跟大家說 消貨量無論是用哪個角度看都是驚人的 應該要加一種其他的 也有很多朋友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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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kontren 藏多些貨 再篩選一下